关注黑生 健康夸科 大家好 我是黑生 今天我要和你聊一个全球范围内都被广泛关注的一个疾病 那就是糖尿病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糖尿病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是遗传因素呢 还是说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那有哪些食物 它吃了之后特别容易让这个糖尿病人群 它的血糖飙升 但是呢却很容易让人忽略 那无论你是糖尿病的人群 还是你家人患有糖尿病 还是说你单独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 那么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这一个视频 首先啊我们聊一聊糖尿病的根源 那首先第一个呢 它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的 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糖尿病 都是跟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你家里人 家族里面有糖尿病的患者 那么你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因为呢有些基因啊 可能是携带着糖尿病的货根 比如说胰岛素基因 葡萄糖 鸡美基因 还有就是胰岛素受体基因等等 它里面都还有可能带着这种糖尿病的一个 祸根 所以这种带着这种遗传体质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发病率增高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胰岛素抵抗 那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 在糖尿病的人群当中 身体对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会降低 出现胰岛素抵抗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胰岛素啊 无法正常的发挥作用 那血糖呢就很难得到控制了 最终发展为糖尿病 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生活习惯 除了遗传因素 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生活习惯 那其实你的生活习惯 也是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想知道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吗 其实那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糖尿病的罪魁祸首之一 吃太多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啊 会让你的血糖飙升 那除了含糖量高的食物 有哪些食物也特别容易让糖尿病的人群的血糖飙升呢 那么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解释 有哪些会让你的血糖难以控制的食物 主要有四种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油炸食品 首先啊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油炸食品 那么这些油炸食品 它这种金黄色的这种外表啊 非常诱人非常美味 但是你知道吗 油炸食品啊 它里面还有啊那些可怕的反噬脂肪 还有蓬松剂啊 还有一些色素啊 那么他们对我们的身体啊 一点都不友好啊 反噬脂肪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话 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糖尿病的发病率 所以啊糖尿病的人群 要尽量的避免吃这一个油炸食品 特别是将油炸食品当作主食的 那更加要改掉这一个坏习惯 那么第二种食物就是高脂肪食物 那么这一个高脂肪食物呢 你千万不要误以为吃脂肪 只会提高这一个血脂 不会提高血糖 那这种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我们不要一味的嘴馋啊 经常吃这些啊 高油脂高脂肪的一些食物 如果是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谤 还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 同时啊 他们还会扰乱我们体内的激素的分泌 导致血糖的攀升 最终引起糖尿病 那么为了预防糖尿病 那我们还是要好控制住我们的嘴 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 那第三类食物呢 就是淀粉类食物 那么有哪些淀粉类食物要小心呢 最常见的这种淀粉类 就是我们的这些大米啊 馒头啊 米面啊 这种啊 面条啊 这些食物 它非常容易一下子就转化为这个葡萄糖 让这个糖尿病的人群的血糖啊 一下子就飙升 这一类食物就刚刚讲的啊 白米面啊 面包啊 面条啊等等 要控制这个量 那第四类呢 就是加工食品 那加工食品你肯定知道 就是像培根啊 火炊银啊 香肠啊等等 这些美味诱人啊 这些食物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但是如果是吃太多的话 锅量食用的话 不仅仅对健康不利 还可能导致肥胖啊 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啊 病发症 那么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我们要尽量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量 那对于糖尿病的人群来讲 并不存在着绝对坏的食物 但是呢 存在绝对坏的吃法 那么糖尿病的人群 应该如何合理的膳食呢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 合理的摄入主食 有些糖尿病的人群啊 他误以为吃主食啊 血糖就飙升 所以要么就很少吃 要么就干脆不吃主食 但是实际上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 主食啊 对于血糖的控制啊 确实至关重要啊 关键是要控制好量 那如果是直接把主食都丢了啊 一点都不吃了 那这样子呢 会导致能量摄入不足 会让你整天啊 饿得慌 还有可能啊 引起这种脂质代谢的紊乱 还有贫血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合理的去搭配主食 比如说白米面啊 面条啊 等等这些 细粮的啊 要跟这些糙米啊 这些燕麦啊 这些粗粮啊 配合的吃 可以各占一半 那这样子的 根据自己的一个体重摄入的一个25到30千卡的这种能量去换算 来去保证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供给 占这个总热量大概就45%到62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肉类的摄入很重要 那蛋白质啊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基石 肉类呢就是我们得到这种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 那糖尿病的人群 那糖尿病的人群饮食当中一定要有肉类 但是呢 选择和摄入合适的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优先的去选择这种白肉 那比如说鱼啊 虾啊 那其次呢 这种鸡肉也可以 他们都比这些红肉 比如说牛肉啊 羊肉啊 猪肉啊等等这些红肉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些肉类呢 就不要超过三两 尽量的选择瘦肉为主 减少摄入这种高脂肪的肉类 像母花肉啊 肥肉啊 这些尽量少吃一些 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要少吃动物的皮 好 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说 蔬菜跟水果的摄入一样重要 那得到酸食纤维 就是靠吃这些蔬菜啊 水果 糖尿病的人群呢 每天可以摄入500到1000克的新鲜的蔬菜 绿叶蔬菜 或者200克到300克的水果 这两个最好都吃 有研究提示呢 其实糖尿病的人群经常吃水果 反而更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当然呢 大家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还有一些很甜的含糖量也高的 要尽量少吃 有一些吃起来不甜酸酸的 反而它的一个生糖指数很高 这些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那如果大家想获得这些相关的健康资讯 也可以看我以前分享的视频 好 那这个新鲜的蔬菜跟水果的摄入 有助于这个糖尿病人群血糖的控制的 同时呢 新鲜的蔬菜跟水果还对于很多慢性的疾病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 比如说癌症的预防啊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我们的血糖 学会如何去预防糖尿病 得了糖尿病 学会如何更好的控制血糖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社 健康挂客 我们下期再见